妈,我刚才回家的时候,看到一个陌生女人在我们家还和爸有说有笑的,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你去哪里了?怎么也不在家?你和我爸吵架了吗? 小雅,妈想告诉你一件事,其实我和你爸已经离婚了,我只是担心你受不了,所以才没有告诉你。既然你已经看到了,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吧。 妈,你看到的那个女人是你爸的秘书,现在她怀了你爸的孩子,所以我才选择和你爸离婚,你可以选择跟我,也可以选择跟你爸,我们对你的爱不会因此就减少的。 妈,我决定跟我爸,我爸有那么多钱,我不能白白便宜了别人。再说了,现在正是我需要钱的时候,不要白不要,既然是我爸先做了对不起你的事,还把这个臭女人带回家,不至于治他,还真是不知道社会的险恶。 有我在这个家的一天,我绝对不会让他好过的,我会让这个女人从我们家滚出去。 女儿,万一你没把他赶走,而是把你赶走了怎么办,你一定要小心,现在我已经不能再掺和这个家的事了,要是你也被赶出去,岂不是更便宜了这个女人? 你放心,我绝对不会让他有这样的机会,他不是只对我爸的钱感兴趣吗?那我就让我爸看清楚,他丑陋的嘴脸。 小雅,我现在住在你外婆家这里虽然没有那边宽敞舒适,但是妈在这里生活得很好,你不用担心我,你要是想我了,可以来看看我。 妈,我知道了,无论怎样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 小雅挂断电话,她的父亲就带着另一个女人从外面散布回来了。 小雅,爸给你介绍一下,这位是你的王阿姨,从现在起她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了,你可别欺负她。 阿姨你看上去还挺年轻的,不可能比我大多少吧?难怪我爸看上你,你一定在我爸身上花了不少心思吧。 你就是小雅吧?从现在起,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难怪你爸总是跟我提到你,今天见到你果然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,以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,尽管跟我说,我会尽力满足你的。 说不定我们之间还有很多话题呢,你不用和我客气。 我要是找你解决不了,你还不是要去找我爸,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?我可以直接去找我爸解决,大妈还要给你这个妖宫的机会。 王阿姨听了小雅的话,气得脑袋发晕。 第二天一早,王阿姨气呼呼地找小雅的父亲告状。 老公,你能管好你的女儿吗?看看她对我的化妆品做了什么。这些化妆品可是我花了好几万买的,再这样被她折腾下去,我会发疯的。 阿姨,你刚进我们家,可能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妈在的时候,我一直都是这样,我的化妆品用完了。用一下你的难道不行吗?你昨天还说我们是一家人,所以你不至于那么小气吧?这么点小事还跑过来向我爸告状。 小雅,你别再胡闹了。你阿姨刚刚来我们家,你别再处处为难她了。要不然,你还是去跟你妈住一段时间吧。你阿姨习惯了,你再回来。 爸我也想啊,但是你也知道,我妈和你离婚后,就一直住在我外婆家。我外婆家的房子那么小,我妈住在那里,晚上都只能睡在沙发上。你让我过去,难道让我睡在地上吗?而且,你们离婚的时候,你一分钱财产都没有给她。难道你忍心看着我们露宿街头吗? 是爸爸没有考虑周全。我和你妈当初商量离婚的时候,离婚手续是由律师办理的。至于财产问题,也由律师处理的。那你现在想让我怎么做? 爸,你给我妈买一套房子怎么样?这样我就可以搬进去,和她住在一起。以后我就不会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。你觉得怎么样? 那好吧,你自己去看房子吧。看好后回来告诉我,我给你转钱。 老公,你们都已经离婚了,为什么还要给他们买房子?你可以给我也买一套吗?房产证上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。 没问题,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就可以了。 爸,公司这周就要公布健身员工名单了。如果我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,是不是会让你更有面子? 那当然,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你提拔之后想要什么跟我说?无论如何我都会满足你的要求。 王阿姨在旁边越听越近,而小雅高兴地合不拢嘴,她立即拿着手机给妈妈打句电话。 妈,爸同意给我们买一套房子了,以后我们又可以住在一起了。你要是明天有时间的话,我们一起去看房子吧。 小雅,这会不会让你爸太为难了?再说了你那个阿姨会同意吗?到时候你在这个家里会不会更加为难了? 妈,你不用担心那么多,就因为你的性格软弱,所以你才连一分钱的财产都没拿到。 我爸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你和他一起努力的结果,不管怎么样,都不能白败便宜给别人。 再说了,我爸给我买房子不是很正常的事吗?爸爸还说,只要我在公司员工晋升名单上,我想要什么爸爸都会给我买,我已经考虑过了。 到时候我就买一辆车,然后我把这辆车送给你,到时候无论你想去哪里都会非常方便。 小雅,妈有你这样的好女儿是妈的福气。 就这样,母女俩聊了一会儿就挂了电话,根本不顾及旁边那个女人的感受,王阿姨一气的脸都绿了,过了一会儿,她说道。 老公,我弟弟最近准备结婚了,作为他的姐夫,你是不是也要帮他准备点什么呀? 我现在怀孕了,什么事也帮不了他,我是这样打算的,要不然我们给他准备一套婚房吧,面积也不用很大,130平米左右就可以了。 至于婚车也不用太贵,50万元的车应该也差不多,这样你这当姐夫的也有面子。 阿姨,你是疯了还是在开玩笑?你知道现在房价有多贵吗?130平米的房子都要好几百万了,我看你这算盘打得也太惊了吧,你弟弟难道不工作吗? 他有胳膊有腿的,又不是个残疾人,凭什么要让我爸给你弟弟准备婚房,有本事就自己去买? 再说了,你的父母不是还健在吗?不管怎么说,现在也轮不到我爸给你弟弟买房子吧。 我爸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,怎么能这样给你随便挥霍? 我现在是你爸的合法妻子,我们是一家人,我的弟弟自然就是他的弟弟。 哼,我舅舅当初结婚的时候,我爸可是什么都没有送,只是随了一万块的份子钱。 当时我妈也看到我们家生活困难,所以就没有让我爸买任何东西。 现在我们家条件变好了,但也不能这样给你挥霍,我爸有今天的成就,没有你一点的功劳,你凭什么想从我爸那里不劳而获? 作为他的秘书,你应该很清楚,我爸为这家公司付出了多少努力,有时他可能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,半夜从来都没有睡过一次整觉。 每次我晚上起床,都能看到我爸书房里的灯还亮着。 为了让公司走上正轨,他现在的身体大不如前了,作为他身边的人,你难道不知道吗? 小雅呀,爸爸果然没白疼你,这么多年,我一直以为你还是小孩,不管我跟你说什么,你可能都不会明白,没想到爸爸所做的你都看在眼里,爸爸真的感到很欣慰。 爸,你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我都记在心里,不像这位阿姨,他明明知道你有多辛苦,但还是分不清清重。 现在我已经嫁给了你爸,你爸的钱就是我的钱,既然你也知道你爸爸赚钱辛苦,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他给你买房子呢? 好了,你们别吵了,小雅是我的女儿,我给她买房子是理所当然的,你凭什么有意见?至于你弟弟的婚房,你还是自己去想办法吧,我帮不了你。 你们父女俩联合起来欺负我,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,我和你结婚才几天呢,你就这样对待我。 哎呀,爸,我是不是说错话了,让阿姨不高兴了,对不起,是我不懂事,我不应该这样和你说话的。 你看看你,我女儿比你懂事多了,小雅这不关你的事,别放在心上,现在她已经被金钱蒙蔽了双眼,以后她自然会想明白的。 就这样,他们闹得不欢而散,两天后。 爸,我们公司的晋升名单出来了,我的名字就在名单上,你之前答应我的事可要兑现了。 好吧,你想要什么,我都答应你。 爸,我前段时间看中了一辆车,非常喜欢。 好的,我等一下把钱转给你,你自己去买。 王阿姨看着父女俩,心中又气又恨,转身就走了,看到这里大家觉得小雅做的对吗,一起来聊聊吧。